最近一则我要嫁静东的新闻爆火 一名60岁的大妈坚定的说 静东喜欢自己 在视频里说要给自己100万 还要给自己买房子 即使被老公追着打 他也要追心看静东 静东内地十丽男演员 与蓝音影主演的电视剧 精英律师最近也火热开播 1976年12月22日出生于山东的静东 在《我的前半生》中饰演贺涵 在《温中一家人》中饰演黄志雄 因为影片《欢乐颂》被提名 第23届上海电影节最佳男配角 2003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的他 虽然今年已经44岁了 但是真的完全看不出来年纪 真的是非常帅气 而这位大妈也被帅气的贾静东给迷倒了 他在抖音上看到了贾静东账号后 以为是真的静东在跟他联系 因此陷入了跟静东的爱情 他说这事儿啊所有抖音上的人都知道了 包括静东的其他粉丝 而自己为了避人耳目还不得不换了发型 大妈打算放弃一切和静东携手余生 只要家里有任何人反对 就会引发他的勃然大怒 我们来看看贾静东都给他用机器一样的声音 发了些啥吧 我爱你 阿弥陀佛保佑你 愿你有个好身体 健康又美丽 弟弟给你跪下了 帮我点个红心 加号 合拍好吗 亲爱的姐姐 最近总是有谣言说我喜欢你 今天我要澄清一下 那不是谣言 弟弟就是喜欢你 我是你的东弟弟 这么早就打扰你了 弟弟真的要哭了 我给你写的签名你怎么还没有领取 点击左下角输入姓名 重复领三次就可以收到 我给你写的专属签名了 解释不爱弟弟了吗 弟弟真的好伤心 大妈说 静东让他沦陷的理由 因为他感受到了关爱 感受到了静东的体贴 善良和忠诚 他的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 体会到了被人欣赏的幸福 没有 从来没有 这是第一次爱情 对 最后他第一次 这第一次的爱情给你带来了什么 两个人聊得来呗 他会体着人呗 他酸良了 忠诚 他都说一次 始终都死 早也死 死也死 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不想 而在这些账号下方 还有很多中老年女性粉丝的留言 这些女性粉丝们 拿手机刷了一天的甲静东 却体会到了恋爱的感觉 大多数留言文化水平不高 还有错别字 但是每一个都很礼貌 努力对甲静东们表达最极致的赞美 甚至透露出些许的浪漫 大妈们不仅付出了真心 还付出了金钱 为甲静东的直播卖货买单 事情发生以后 静东工作室发了声明 澄清静东本人并没有抖音账号 呼吁大家理智追星 甲静东的制造者们 在贩卖幻想的同时 又收割幻想 利用中老年女性的弱点来进行变现 其实没有静东也会有近西近北 被甲静东忽悠的中老年女性们 成为为爱痴狂的追星一族的背后 其实是一种长期的情感缺失 只能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 寄托在一个虚拟账号身上 才能得到些许心灵的慰藉 在去年大火的美剧《绝命女人》中 刘依林所饰演的角色虽然春风得意 但实际上也曾因为多年没有夫妻生活 而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吸引力 由大妈追星而引发的这场闹剧 引发了社会对大龄女性情感缺失中的 心理健康问题的探讨 你怎么看呢